规划四个礼拜之后 TMC台湾记忆体公司确定 将和日本耳必达公司技术合作 而另一将美国美光公司也有意合作 但还必须征求其他伙伴的同意 耳必达方面呢 他是已经表态非常愿意 而且没有其他的这个考虑 希望呢进一步的详细谈合作的细节 以及将来如何展开 那在美光这边的话呢 我想他们有其他的这个伙伴呢 在他们的这个合约关系之中呢 他必须得到这个另外伙伴的这个同意之后呢 才能接下来进行这些事 至于资金部分 目前倾向一半由政府出资 另一半由民间企业投入 由TMC进行的是低润产业再造方案 所以目前掌握的是 如何创新技术提升产能发展 把自主的技术要找来嘛 那这样有一个长期 台湾DM的这个竞争的本钱嘛 那另外一个呢 就怎么样把这个产能呢 能够利用到嘛 那当今天如果这个产能 突然景气转好 然后那个变成产能够不应求了 那那这部分就不被我去担心了 那就去做技术扎根的事嘛 TMC表示 目前有计划招募新人 预计成立800元公司 找有技术的人才都可以加入 另外同时也将利用现有的资源 去提升低润产能 未来协助国内业者赚钱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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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